金钟大哥还告诉味道调查员 在无锡有一位沈志宏大爷 他做肥肠美食 那也有独到秘方 话不多说 赶紧调查 沈大爷 您好 这已经开始卖了这大肠是吗 卖了 是的 是的 这还冒着热气呢 看着好新鲜的样子 新奇到达 您是过来买这大肠的是吗 对 我现在住得远了 等不及了 赶过来特意 那您多久过来买一次了 我回娘家的时候 就会来拿一下 沈志宏大爷是 无锡城里最会烧肥肠的人之一 他花了四十多年时间 来琢磨这种 很多人都不吃的食材 那么沈大爷到底施了什么魔法 能把猪大肠这种 跟鲜完全不搭边的食材 烧出让人欲罢不能的鲜味呢 这传说中的大肠 其实它的料都在我手里了 我现在一样一样给您揭晓 这看起来 大爷 它也就是一些比较普通常见的那些香料 这是香叶 是吧 桂皮 烧肉 做鱼都会用到这些 都可以用 但其实看不见的呢 真正的是在这儿 这个是老鲁 老鲁啊 这个老鲁有多少年了 十来年 一些是网头酱油 是叫人家加工的 所以浴道特别好 它就这样一样的 就是靠天然后就每天晒出来的 晒出来的 它弄得很浓 但是发放豆 豆的 它就发汗 有这个酱油的发苦感 现在的酱油发苦 这种不会 所以这一锅老鲁还是是以前的 还是最好 沈大爷手里的这盆老鲁 最珍贵的地方就在酱油 他告诉味道调查员 它的酱油日晒时间长达半年之久 黄豆在充分发酵中 植物蛋白转化成鲜味氨基酸 鲜香浓郁 正是这种带着鲜甜的蜜料 赋予了肥肠 红亮诱人的色泽和味道 也为大肠画上了鲜味的点睛之笔 你看这个拿起来 就是那种弹弹的感觉 大肠是那种 有两个极端 就是喜欢它的人 就是爱到肚头里那种 不喜欢的人可能就 就离远一点 我可能属于前一步 好 你尝一块了 大爷 我既然吃出了 我小时候 我老了给我做的那种 红烧肉的无锡味道 就是那种 咸中带着甜 甜中又带着鲜的味道 因为里面有一层油 所以你吃起来 不会觉得很柴 它是那种肥肥糯糯的口感 对不对 而且很有嚼劲 最关键的还是这口味道 就是无锡人一吃就知道 这肯定是无锡人做的 沈大爷几十年如一日的 潜心钻研 将不容易制作的肥肠 做成无锡人 欲罢不能的老味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